海航集团的两名高管已被中国警方拘留 就在几天前 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 在破产重组后被分解成四个独立的业务实体 海航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陈峰和前首席执行官 谈向东英涉嫌犯罪被警方拘留 该集团在其官方微信账户的一份声明中说 海航集团及其成员企业 正在稳定而有序地运营 公司的破产重组正在顺利进行 生产和经营没有受到影响 在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的早期投资及银行借款的推动下 这家航空公司从仅有几架飞机迅速膨胀为 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和最奢侈的资产买家之一 大部分增长发生在2010年之后 当时陈峰为海航设定的目标是机身财富100强 在巅峰时期 海航估计有横跨全球的500亿美元资产 从德意志银行的最大股东 到希尔顿酒店的四分之一股份持有人 再到香港前启德机场的一块地块 据海航集团执行董事长兼负责李顺集团业务的工作委员会主任顾刚称 这些资产的大采购 是海航背负了5000亿元的债务 作为重组的一部分 海南航空将从辽宁方大集团获得战略投资 或者是一家在探塑 钢铁和医药领域有业务的企业集团 公司的一份声明中援引顾刚的话说 海航的破产重组已进入最后阶段 每个业务部门都必须总结过去28年发展中的艰难教训 我们必须明白 是党和国家给了海航重生的机会 周五晚间 海航的网站上仍将陈锋列为董事长 将谭向东列为首席执行官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